中共中央2月28号在中南海举行民主协商会 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中共中央你向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 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和你向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推荐的 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 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代表 通报情况听取意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中共二十大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做出重要部署 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 完善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 李顺行业协会 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等方面 提出明确要求 为落实中共二十大的部署 中共中央在深入研究论证 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形成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草案 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后 将把国家机构改革部分的内容 按照法定程序 提交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总的看 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突出重点行业和领域 针对性比较强 力度比较大 涉及面比较广 触及的利益比较深 着力解决一些事关重大 社会关注的难点问题 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 习近平强调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和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 即将召开 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机构 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是这次全国两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中共中央对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换届人士安排工作 高度重视 进行了研究部署 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酝酿 听取意见 在酝酿过程中 大家认为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人选的产生 要全面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 加强全国人大 全国政协的工作 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 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 五湖四海任人为贤 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 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 严把人选政治观 连结观 形象观 在充分听取意见基础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 全面考虑人选条件 各方面结构要求和工作需要 提出了建议名单 并提请中共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深刻理解这次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重大意义 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改革方案上来 大力支持改革 确保大会各项任务顺利完成 把两会开成民主团结 宁心俱立 风轻气正的大会 希望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认清形势 传递信心 团结带领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共中央所做出的决策部署上来 积极建言宪策 广泛凝聚共识 有针对性地做好解疑试获和教育引导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宁心俱立 团结奋斗 民革中央主席 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 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 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 何维 智工党中央主席 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伍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 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 李卫等做了发言 他们认为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新一届国家机构 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 人选建议名单 都是在广泛征求意见 充分酝酿协商的基础上 形成的 体现了中共二十大精神 关系新时代新征程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表示坚决拥护 并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支持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等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王晨 石泰峰 李干杰 何立峰 张庆离 和陈希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出席会议 出席会议的党外人士 还有陈竹 万刚 陈小光 孤胜祖 刘新成 邵洪 和何鲍祥 王光谦 秦伯永 朱永新 杨震 张恩迪 李月峰 周中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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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